当我们欣赏完整的街舞表演的时候 我们会看他不停地更换动作 觉得很美 但是尖旧每一个动作的难度 系数的训练的时候 那是非常枯燥 如果总失败的话 很容易放弃 所以我们也是想探讨一个 就是如何度过这个枯燥期 这个可能 我觉得最大的还是 追求吧 追求加坚持 没有别的秘诀 刚才我注意了一下 他在做到第二十七的时候 其实动作已经慢下来了 你看他追求的是三十 我觉得其实前十个 对这样的小朋友来说 是非常轻松的 对 到二十是正常输出 但是从二十五开始 每多做一个 可能给身心带来的压力和负荷 都是成倍增长的 别看就差一个 所以他只有心怀着 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 要达到我自己的百分之一百一一百二 摸到一个心高 同时还得忍受一些痛苦 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做 但是请教一下 是不是呼吸会觉得供养不上 然后肌肉会觉得 有点透支的疲惫 那绝对是会的 越往下走 越就是感觉拼的是最后那个劲儿 就是不要去想 完全不用去想这个时间 其实能否克服这个所谓的枯燥期 也是看一个人能否成功的一个标志 没错 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个小小的我的心得 因为在魔术的领域里面 当然大部分时候没有体力这么高强度的训练 比如说我们练扑克牌的手法 我最夸张的一次是不睡觉 站着练了38个小时 在去洗手间包括喝水 38个小时之后我并没有休息 直接带着我练习的成果 飞到当时从香港飞到了北京来见那个大师 然后我自己给我的一个调节的方式是 我不会一直挺着这一个练 比如说我练到一定程度发现 我在这个方面已经突破不了暂时的平静以后 我会回过头去练一些非常简单的 让我很有成就感 已经拥有快乐的东西 然后舒适一段时间缓和下来以后 再回来练那个枯燥的东西 就是给自己注入新的能量 对 但是你看像灯朝天灯 也是一种意志品质在考验着 这马上都接近极限了 极限了 你看这个表情 他还在挺着呢 还记得刚才我说他的记录是多少吗 二十二分钟 二十二分二十九秒 二十九秒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 他其实这个时候脑袋里应该是有点恍惚了 眼神应该能看出来 是不是 呼吸也变了 节奏也变了 这时候承受着巨大的生理的痛苦 但是他心里为什么能再让身体坚持下去 就是因为目标在哪里 这个时候肯定是连累到连话都不想说的 对 也是享受一种孤独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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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